中央300亿元扩大租金补贴 在去年核准户达到27.6万人 创下租金补贴以来的新高 而内政部营建署也针对了申请者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在去年租金补贴的申请户当中 就有高达43.9%的人 曾经有碰过租屋纠纷 算下来也就是每两到三个人 就会有一个人有碰过 而其中最常遇到的纠纷状况 就是房东刁难租客申请补贴 另外修善责任争议则是排名第二 租屋纠纷层出不穷 内政部营建署针对租金补贴申请者 进行2022年住宅需求动向调查 结果发现有43.9%的人 曾经遇过租屋纠纷 也就是每2.3人就有一人碰过 我之前房间天花板 就是直接崩塌掉下来这样子 他就觉得说这是房屋自然老化 造成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要赔偿 他们那时候签约的时候 合约就已经写说 不能申请租屋补贴 对 然后就没有办法 只能找别一件 不少民众都曾和房东有过纠纷 而根据调查结果 租屋纠纷中 以申请相关租屋补贴 被刁难的状况最多有16.1% 另外修善责任争议有12.7% 户籍无法迁入有12.3% 至于被任意涨租的占比 也有11.8% 小保官说 房东不让租客申请租屋补贴 关键就在于税金 如果说他今天有申请租屋补贴 或是有申报户籍 可能就有税的问题 最主要是房客弱势在于说 搬家比较麻烦 访问院上不愉快 不去租的话 要是有搬家的损失 可能超过这个房屋补贴 这些部分 小保官提醒 虽然租客是处于较弱势的一方 但遇到相关问题 还是可以投诉 争取自身权益 借了至于林宇台北报导 关注院去